高雄小港有一位行動不變的老婦人 不小心被反鎖在屋子裡頭 女兒叫鎖匠也打不開門急得報警 下去有一位受完霹靂特警訓練的 園警發揮了鎖長 她架梯爬到二樓進入屋內把門打開 老婦人一見到女兒 還有園警情緒崩潰 嚎啕大哭 園警踩在老舊的鐵梯上面 搖搖晃晃 上到了最頂端翻進二樓的鐵窗 一把門打開 女兒見到了老婦襲擊而起 謝謝 謝謝 趕緊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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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會嚇到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爸爸 沒關係啦 爸爸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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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人感謝園警及時伸出了援手 因為兒子出門的時候不小心把門給關上了 鑰匙卡在鎖的孔洞內 女兒前往探視進不了家門 鎖匠也沒轍 多客了阿瑟 儘管鐵梯距離二樓鐵窗還有一大截 讓他展現了攀爬的功夫 從鐵窗鑽進去救援 門鎖應該真的是卡死故障 所以就用工具箭把它撬開 當時老婦人應該是有點驚恐 沒有講任何話 陳姓園警好身手 原來他在去年的十月 剛受完了霹靂特警的訓練 其中也包括了攀獎特訓 並取得了合格證書 學以致用霹靂特訓警察完成了救援任務 讓老婦有驚 無險 能汗 女兒團聚 一轉為從李一清 高雄報導